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我有时候在想 我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 哎呀 算了算了 不提我了 不提我了 说你吧 哎 要是有合适的人家你就嫁了呗 你老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郭东升 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是不是都没记住啊 我记着了 我都记在这儿了 你让我当一个好爸爸 让我尊重国研 我说的不是这些 那你说的什么 我是说你去韩国之前 陆英总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哪次啊 什么话啊 就是第一次 你走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说 我会替你照顾好小言 我会替你照顾好这个家 我还说 不是 不是 你那时候是个孩子 孩子呀 那孩子那时候说的话 你还信他 你还想起来了 不是 不是 那个沈亮 我是一直把你当妹妹啊 当亲妹妹啊 你说你这么好的条件 长得这么漂亮 你应该找一个 比我好百倍的男人 那才是人间正道啊 你把我当妹妹啊 Czy 叔叔 妹妹 是吧 阿琛 阿琛 是吧 阿琦 是吧 真的陪不上你啊 喂 宝贝 安迪 是妈妈 妈妈马上就回去了 你高不高兴啊 知道了 妈都给你买了 乖啊 好好休息 然后醒了以后 妈妈就到家了 你就看见妈妈了 好嘞 拜拜 真够酸的 不过 我总算看出点 慈母的意思了 儿子想我了 你说我这趟回来的 真是的 这钱吧 一分钱没借着 还花了不少 早知道这样 你说 干嘛 你还说你是为小妍回来的呢 我看你啊 有了儿子就可以忘了女儿 哎呀 我知道你们都觉着我没心没肺的 二百五一个 我也无所谓 反正恶人我已经做了 我也犯不着跟你们说 我老是梦见郭言哭 夜里迷迷糊糊地抱着安迪 也喊郭言吧 行了 这趟回去啊 你多给小妍打打电话 发邮件也行 总之多关心她 Giovanni 鸣 幸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着郭妍这两天挺懂事的 我昨天晚上过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觉着她突然怎么变得跟以前一样了 就跟小猫一样 我真是觉着挺心疼的 不对啊 这不像小妍了 我心里怎么那么不踏实呢 不行 我得给郭妍生打个电话 那小姨啊 你也有这感觉啊 行了 我去看看吧 志愿师傅 你停一下 不是 你干吗呀 我回去看看 我还是不放心 咱们这都要走嘛 东升 郭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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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郭东升 你干吗去 郭东升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你怎么也来了 你不是九点的航班吗 黑 长得跟专事似的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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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生活中消失吧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这样大家都方便 因此 钱 对我没有任何用了 我不需要钱 或者说你们比我更需要钱 我死了以后 你们就把我的房子卖了吧 钱留一半给省娟 处理美国的事情 剩下的给沟通生 希望你们都生活得幸福 忘掉曾经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就当从来没有生过我 小妍 小妍 只有你懂妈妈的心 你为什么要把钱留给妈妈呢 妈妈是最伤害你的人呢 我真不是人哪 不是东西 小妍呢 妈 如果要是能从头来过的话 妈一定不会抛弃你的 妈走哪儿都带着你啊 小妍 小妍 你别说话了 小妍呢 小妍吃了干净 你冷静一下吧 都怪我呀 都怪我 当初我要早听你的就好了 东生在哪儿呢 顾严什么情况啊 谁请你来的 你来干嘛 东生在哪儿呢 我找他 我不找你 谁 东生 东生 妈呀 恶心 不是你有神经病吧你 东生在哪儿呢 郭东生 你给我出来 东生 你不是大老板吗 现在女儿都成这样了 住不了这个房间了 得住单间 而且还得二十四小时护工 真逗哎 你不也是郭炎的亲妈妈 这时候急着摆脱责任了 我没钱呢 她不是有钱吗 她不把钱花在她女儿身上 花在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身上 你除了钱你还认什么 你搞搞清楚 自从十几年前你甩了她 你们俩签下离婚协议那一刻起 你们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才是东生 别的不三不四的女人 呸 我跟东生 我们俩还有共同的女儿啊 面对郭炎 我们是她的爸妈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你赶紧给我走开 别别别吵了别吵了 凡人不凡人 你干嘛呢这是 这韩国那么多女人呢 偏偏就喜欢这么一枚品位的 是吧 我还想问呢 郭东生 你说你倒了哪辈子血没了 被这么个女人给缠上了 不过幸亏东生 及早摆脱了你 是我甩到她 说实话了 我把手拿下去 你说你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妻子 你抛肤进去 你有什么好说的 有完没完了 还嫌不够丢人呢 跟这儿吵 郭东生 管好你的女人们 别让她们跟这儿丢人 我哪有那心思 管这破事呢 你赶紧给我女儿弄担家 要不然没完 我有钱 能用钱摆平的事情 就不是事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过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女儿的房间必须得搬 大家 喂 阿光 是我 找你有点小事 你不是在韩国留过学吗 那我问你 那个有个词语叫 模特 在韩语里什么意思啊 什么 马粪 马粪 对了 冀州你去过吗 那冀州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很繁华吗 那也就是说 一般做大生意的人 都会在首尔了 行行行 谢谢你啊 阿光 可能往后还有一些 就是要翻译的事 我会找你 得麻烦你了 好 先谢谢啊 麻烦 这回还不错 不错 不 你知不知道东生在韩国那 挣的都是血汗犬 你能不能小点声 还在睡觉呢 那一代新疆狗 南乃达尔 单看斯基尔罢了 新疆狗大队 可是南带桐口 嘿 你们俩干嘛呢 用韩语谈听说爱呢 啊 斯米达 行了 你闭嘴吧 能不能不跟这儿吵架啊 要吵出去吵 谁该出去 这东西 我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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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但是 你 二人 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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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来找到 好 字老完了 说一对死命啊 说什么呢 成什么弄了 你朋友乖乖就溜了 四米的 沈哥 手机里偷了韩语 就是我翻译的那些内容 还有什么事没 没 那我先撤了 回见 我到韩国的时候 我什么脏活 累活苦活 我全干过 我扛过大个 我当过建筑工 我有时候饿得钱胸贴户胸 我连个 我都舍不得吃 为什么 我得把钱存起来 我得攒起来 我得给他寄回来 我公司长大呀 你们哪 都以为郭延不容易 其实最不容易的是我 没钱 你就好比是地上的一坨泥 你自个儿看自个儿挺好 别人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我跟你说啊 不是说爱慕虚荣 那种经济系酒店吧 他 我知道您现在是大老板了 住那种酒店 不符合您的身份 对吧 您不差钱 我告诉你啊 你姐夫现在啊 穷得就剩下钱了 别的不说啊 快点吧 就这两块表 两百多元啊 不是 两百多万啊 你是不是觉得 我特别想个帮忙 小妍 小妍 醒了 小妍 你醒了 妈在这儿呢 小妍醒了 小妍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们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出去 出去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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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妈说 小妍 你听妈说 小妍 你听妈说 妈再也不走了 妈就在这儿陪你好不好 爸爸也不走了 爸爸也陪你啊 我不想看见你们 你走开 你别这样孩子 你别这样 小妍 你别不看 小妍 别跑 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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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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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 妈求你了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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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 主要是心理问题 病人的身体各机制都不错 按说恢复应该很快的 但是如果她拒绝治疗 对生命没有渴望 没有生存下来的欲望 医院是没有办法的 那就是说 这孩子还是不想活 病人没有解开心理困境 很有可能出现第二次自杀 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那 那医生 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没有 你们女儿的心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父母应该最清楚 要用爱 来唤醒她 你干什么呢 这大玩意你分的什么呀 你不睡觉 不是我想找一下我们一家三个 以前的照片 不是你不要走啊 你找个照片干什么 你是想这一出这一出的 哎呀那里没有 没照片呢里头 哎呀那照片呢爸 不是小颜这不是蓝尾炎手术吗 我就先不走了 正好重修一下母女感情 早干什么去了 这是又想重修母女感情来了 你当时你走的机 你不是都扔了吗 扔了 扔哪儿了 这么多年了 我没见你为你闺女这么着急一会儿 我是欠的挺多的我 我都知道 不是很多 是非常多 谁 这什么呀这是 当年你妹给你收起来的 一直放我这儿 不想来 回头凌鲜 亚星媛 妈妈在家里给你找了几张的一个小的时候照片 你要不要看看 这张照片妈给你说说啊 这个是你那个 刚出生的时候拍的 你看我记着啊 刚出生那天呀 给你爸乐的呀 乐的那眼睛都找不着了 那他眼睛找不着了 我一看这我闺女当时 那眼睛也没睁开 你不知道 当时给妈吓坏了 妈就使劲用手 扒你那个眼睛 叫你哄你晃你 怎么这眼睛都不睁开 妈当时吓坏了 就赶紧把那个护士阿姨 给找来了 护士阿姨就 就这两巴掌拍你屁股 你挖一下就哭了 这一哭不要紧 你猜怎么着 眼睛睁开了 妈就一看呢 那眼睛跟你爸那眼睛 可一点都不一样啊 那双眼包皮的可好看了 我当时给妈高兴坏了 我当时给妈高兴坏了 这个专班 没有想得到 第二集 组绍 你如果叫我 你要什么 我能行 这几天你也累坏了 好好休息吧 你说我活得还有什么劲呢 我要扫持这样的话 我应该留下来陪他俩 哪怕就是过一辈子 穷日子 苦日子 我也不会憨苦 其实我知道 你是个好爸爸 只不过没什么耐心 脾气有点急躁 方式方法不对 像小妍这样 比较敏感的孩子 你得有耐心 不能打也不能骂 你得陪在他身边 慢慢跟他说道理 你得一点点地去感化他 其实你留下来挺好的 这样能让他感受到 你对他的关心和在乎 那小姨啊 谢谢你啊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知道 你一个人在外边挺不容易的 但我希望 有什么事 你别一个人扛着 你可以说出来 还多给人多分力量嘛 没准我还能帮忙呢 对吧 对吧 行 去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好 坐 知道你没吃饭 来 我刚拿的 要不你先回看过吧 我怎么先回啊 咱俩机票一块改签的 回也得一块回啊 我还真不知道等我哪天能回去 你看你这次回来你说 一件事接一件事 再接一件事 怎么全是事啊 怎么这么不顺呢 今天不是你本明年吧 这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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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明天上街 给你买一条红固扎 给你买个红腰带 再给你买双红袜子 没准穿上 你吃一口吧 你不吃你身体哪儿受得了啊 小颜 妈妈给你熬的肉汤 就这个是你一点点小的时候 特别小的时候 你还没牙的时候 最喜欢喝的 要不要尝一下 来 妈喂你啊 小颜 好像不烫了 那就等一会儿再喝 小颜 你看妈给你买什么了 花 你看好不好看 但是当然没有我闺女好看了 你看啊 这里面有向日葵 还有百合 向日葵的意思就是 我会一直关注你 百合的意思就是 你使我的生命充实 要不要看一看 要不她小姨你帮着拿一下 哦 妈还给你 带了一本书 这个书呢是一 是这个记 给我叫医生 叫医师傅 我看见她烦着她出去 小颜 小颜 妈妈 妈妈对不起你啊 妈妈错了 从今往后 妈妈会一直关心你 爱护你 妈妈会永远对你好 换灯片 煲汤送花念诗 接下来演哪出啊 妈妈是真正的 一点都没有演习 妈妈是真正的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你太虚伪了 要不要我跟你想想这儿 拿 und não 没有 是我亲生的女儿妈 姐 这事你不能着急 你得慢慢来 你也得考虑一下 晓妍的内心感受 其实她 越是反抗 内心就越是渴望 她越是孤独呢 就会表现反叛 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没药可救了吗 不是无药可救 是无极药可救 说了得慢慢来 来 姐 你要不先回家吧 回家陪陪爸 顺便呢 给麦克尔打个电话 就说 还得在这儿待上一阵 这儿不算可救 就是 就是 而是 呀 怎么了 今天 你真是 我 我 对了 你别人 她 都forcement 她 也估计 我 那是我 你 她 我 我 你 我想跟你见一面 到你公司啊 你有公司啊 好好好 明天我就到你那公司参观参观 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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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先生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找大川 我是他的朋友郭东升 您就是郭先生啊 我们周董等你很长时间了 来 这边请 好好好 进来 周董 郭先生来了 东升 我天哪 兄弟呀 什么时候回来的 没事了 走走走 快坐 快坐下 好家伙 你这公司很 很气派呀 气派什么呀 和你的韩国大企也没法比吧 我 我 跟我还藏着掖着啊 别谦虚了 你瞧 你这公司现在主要做什么业务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 我也参与点 是吧 你看我在韩国弄一公司 以后去韩国玩 又有个落脚的地儿啊 我那是放 放木 行啊 东升 秀绝够敏锐的呀 畜牧业呀 这我可比不了 不是 你今儿这支支吾吾的怎么了 有事啊 没有 你这挺热啊 喂 张教练啊 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这几天啊 我家里有点事 醒醒啊 有话跟你说 怎么是你啊 我没话跟你说 我有话跟你说 你出去 阿姨 你别碰我 还把自己弄得真跟贵族大小姐似的 郭言 你听好了 我今天来 是告诉你一个实情 一个关于你爸郭东升的实情 行 拜托了 你知道你爸在韩国是干什么的吗 你以为像他说的 大老板 董事长 手下几十个员工 不是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 卖苦力的 你知道你爸在韩国都干过什么吗 我告诉你啊 盖楼的建筑工 海里边捞鱼的渔夫 给人家扛死尸的小工 那都是你爸干的活 这两年 他算是发达了 混得算是好的 成了一个马场女主人的义子 就是一产马粪的 你知道你爸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吗 陪着客人骑马 客人在前边骑着马 他在后边跟着马屁股追 客人骑完了累了 他把马带回马间 继续产马粪 继续收拾马粪 这就是你爸一天的生活 你这些年的生活 你花的每一分钱 那都是你爸一铲子一铲子 铲马粪铲出来的 你知道你爸为什么当你面老公 我说韩国话吗 他怕暴露 他怕暴露 他是一个铲马粪的 我是一个卖烤串的真实身份 他不愿意告诉你们 为什么 他怕你们大家瞧不起他 他想让你们对他刮目相看 觉得他厉害 他还以为他的成功 能给你带来一个鼓励 愚蠢吧 他骗了你们 他不仅骗了你们 他更是害了你们 你看看你妈 拿他当提款机 你再看看你 不知人间极苦 以为自己是富二代闹着自杀 好不容易救回来 你继续要挟他们 住着这么贵的单家 用着那么贵的药 还动不动把管子绝食 你说的 都是真的吗 真的 其实是真的 你听吗 你听我接着跟你说 你怕要仅仅是银 卖苦力的也就算了 他两年前 我 他的机票钱他都给输光 他一分钱都没了 还好你们家房子买得早 他还知道每个月的生活 会先给你们寄回来 要不然你们家全家人 早就饿死了 你现在住的这个豪华单家 你以后要上的 那个贵族学校 还有以后所有的费用 那都是他跟我借的钱 知道吗 所以 请你想想你爸有多可怜 你要再用这种小儿科的方式气他 你气死了他 欠我的债 都得你还 清子来了 那个 我看郭言 他说他饿了想吃东西 走了 走吧 我爱你 我爱你 东生 怎么了 哎呀清子啊你太厉害了 哎你是怎么把郭言的工作做通啊 你看啊现在这孩子不光吃饭了 而且还配合一手之料了 我特别高兴 这么着得了 哪天我请你吃大餐 怎么样 嗯你别借 我跟你说 首先你请我吃饭 那不是也我的钱吗 其次你先别急着谢我 没人到晚你就得骂我 哎呀不会不会不会 呀啊没事没事没事 哎呀我我太高兴了 我找不着北了我走错了 哎你放心清子 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啊 哎我一定请你吃大餐啊 这是你说的啊 啊 行那待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 好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全吃了 孩子啊你想吃什么 你就告诉爸爸 正好你妈待在家里 没啥事让她做 我想跟你谈谈 好 骗人一骗骗了十几年 什么感觉 骗 骗 骗人 骗什么人啊 面具戴久了 是不是就成皮肤了 不是 孩子你 你说什么呢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你的事情 你的蚂蚱 你的赌博 你的赌博 股东省 你何必呢 不是 我这把年纪了 我何必呢 孩子 我要是说出来 我在韩国那么惨 你爷爷能让我买房子吗 你能安心读书吗 行了孩子 你也老大不小了 咱俩呢 也打开天窗说两话吧 就算爸爸求求你了 这事儿 你能不能替爸爸保密 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是还想接着继续装大款吗 不是装大款 我要维护我人格的尊严 人格的尊严 我告诉你孩子 你爸爸刚刚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我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你爸爸 看不起你爸爸 想当年你妈 为什么一脚八八给踹的 不就嫌我穷吗 嫌我没本事吗 好家伙 街坊邻居都骂我 说我是个穷光蛋 说我啥都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男人最怕听这个 所以我想当个有钱人 我想当个成功人士 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 我跟你说孩子 你说我虚荣也好 你说我俗也罢 我无所谓 我真的无所谓 我这一辈子毁就毁到你妈手里了 你知不知道我刚到韩国的时候 活得多么的苦 我天天给人扛大包啊 累得爸爸是支不起腰来 是刺牙裂走压 我一想算了无所谓啊 不就扛个大包吗 扛完这一包 我把孩子的学费钱找出来 我扛完那一包 我把咱家的房子钱挣回来了 我再扛一包 我把你爷爷的买的药钱我挣回来了 我再扛一包 我给你买最好的衣服 我让你上最好的学 我一定要当个有钱人 我一定要当个成功人士 我可以让你往后回 来了 你答应吗 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我答应你 谢谢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咱们需要重新签署一份妇女合同 内容就是 我替你保守秘密 但是你不许管我的任何事情